有媒体连线都美竹姐姐李恩和律师赵俊 直播过程透露六大关键信息 一 李恩表示 截止目前包括都美竹在内一共有九个受害者 年龄最小是十六十七岁 都美竹目前在做电疗 精神状态很不好 二 都美竹已经报案 等法官来判决 但是吴亦凡那边有没有报案 李恩表示他们不清楚 三 关于都美竹说的 吴亦凡有一个专门追女生的微信号 李恩表示曾经看到过 但具体的不清楚 四 李恩表示 都美竹曾在吴亦凡家里待过 有视频拍到吴亦凡侧脸 以及他的表哥 律师表示 在不在吴亦凡家不重要 重要还是在酒局上 吴亦凡有没有趁都美竹醉酒 做出不礼貌的事 五 律师表示 如果都美竹的爆料不属实 念造事实诽谤他人 都美竹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六 直播最后 李恩希望所有网友能关注女孩们的发声 不要因为对方是明星 女孩是普通人 就不相信女孩 可是没等李恩说完 直播就被匆匆关闭